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的频道,今天是2021年7月7日第289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广灯,命运在你手》 首先在这里,希望大家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另外我亦注意到现在我在片中的广告比过往长了些 希望各位可以容忍一下,帮我看完它就最好了 希望各位继续订阅我这个频道,继续按一下小铃铛,分享我的视频给你的朋友 看完之后,可以赞个like就最好了 在这里,我北斗翁在这里再次借各位帮忙 当然,当然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兼且投资顺利 我们在第288集的时候,就讲到煤气这一间公司 起初我以为这个公司应该有很多人会欣赏的 谁不知出来的结果又不是这样的 不过我现在的观看次数都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 似乎可能煤气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了 很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转去买其他的股票了 今天我们想说回呢,就是在第284集的时候 我不是讲的两电一煤的? 之前就介绍了这个中电啦 跟着又介绍了这个煤气啦 现在呢,就想介绍最后这一间就是这个港灯了 那李嘉诚呢,其实这个港灯呢,对李嘉诚来说非常重要的 因为以前呢,他就是靠这个港灯所赚回来的钱呢 就不断向海外进发的 那现在海外的成绩已经做得非常之好 那这个港灯的历史任务呢,也都差不多完成了 兼且呢,这个李嘉诚和之前那位特首呢,又很不妥了 那所以呢,就搞到港灯呢,就是粒粒乱的 那最后呢,就是李嘉诚呢,就用了一个方法 就金钱脱殼,就将这个港灯呢 就分拆出来,就变了这一间叫26300 那现在这一间公司呢,即是,就算他送回给香港政府呢 李嘉诚都应该不会后悔的 因为呢,这个港灯呢,其实他现在背着呢,是非常大的债务在身的 那上次呢,我们就说了呢,港灯在全年的波幅呢 其实是这个两电一枚里面呢,是最小的 那那升幅呢,都不够10% 那相对来说,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就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那又适合一些呢,真的不希望见到股价波动得太厉害的投资者呢,是去投资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用一些比较现实一点 或者是有趣一点的角度去看一看这一间港灯到底这个前途呢,又会去到哪里呢 港灯这一间公司呢,我之前都说了,就是在2014年就上市的 那当时的上市价就是5.45 那所以以现在的价格来看的话呢,所有投资者拥有这只公司的股票呢,都是不需要虚钱的 那另外呢,港灯呢,就有三大股东的 那包括了电能啦,和这个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啦,和这个卡塔尔的主权基金啦 那这三间公司呢,持有这个港灯呢,已经是超过74%的了 那所以呢,其实街外股份呢,一点都不多的 那有些比较有钱一点的个人投资者,他们可能拿着这只股票呢,根本就不放的嘛 那所以,这个卡塔尔这一间公司,或者这个主要股东呢,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看清楚这里的分析 就是如果电能实业和这个卡塔尔是friend底的话呢 两间公司加上的股权呢,是有53% 就是有绝对的华视权 那所以呢,就可以不需要理会这个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啦 但是,如果这个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这个卡塔尔是friend底的话呢 那两者之间加上呢,就超过接近41% 那就比电能呢,就要多的 那所以,如果以小数服从多数的话呢,那电能就会吃虧了 那所以呢,这一间公司呢,就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当然啦,李嘉诚不会不计这些风险下去的 那所以呢,现在都是相案无事 但是将来呢,这一间公司到底会起了什么变化呢? 其实,我都很怀疑的 因为呢,这些可以赚到钱又稳定的收入的话呢 很多时候呢,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国企呢 都很需要这些这样的公司的 那其实港灯呢,我一直都有拍片讲它的 那譬如好像在第74集啦,第114集啦 以及第230集呢,都是在讲这个港灯的 那希望呢,如果大家是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再进去这些片里呢,再看一看,重温一下 看看这一间公司到底值不值得你去拥有它 作为一个投资的对象 刚才我说了说,李嘉诚将这个港灯分拆出来的时候呢 已经要港灯背了一大笔的债务的 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呢 我们呢,如果大家可以去认识一下 到底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首先呢,我们要看的当然是最近的,这是2020年 那现在来说呢 那些固定资产呢,大概有1098亿元 那都算很多了,因为这些全部都是资本性的资产来的 那另外呢,如果他说那些流动资产呢,其实就不多的 只有17亿多而已 尤其现金方面呢,我相信他尽量保持有这么少 就算给了你也没用的,因为这间公司也没什么现金的 那所以呢,整间公司加起来的总资产呢 就有1115亿元了 那都算是一间大公司来的了 好了,那现在呢,再看下去呢 就是这个负债方面了 那在负债方面呢,你看到呢 无论由2016年开始,到2020年呢 他那个长期的负债呢,大概都是在500亿以上的 而2020年呢,就创了高峰了 那就去到这个554亿元 那就是说呢,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李嘉诚放在这个港灯里面的计时炸弹 那未爆,那当然是没事啦 那另外呢,流动负债呢,都相当高下的 都有这个83亿元的 那所以呢,最主要呢,这一间公司呢 其实他的总负债呢,就高达呢 就大概是638亿元的 不过,又不用太过害怕的 因为呢,以李泽巨呢,计那条数的话呢 只要整间公司赚到钱,可以给到利息,可以交到税 其余那些可以给股东的话呢 其实就没什么大问题的 只不过债多,那谁人都害怕的啦 那所以呢,整间公司呢,股东应佔的份额呢 那这间公司呢,政府说有8%的回报率给他 那其实他是不是真的赚8%呢 那我们呢,可以在这个选亿表里面呢,就可以看到的 那当然啦,我们说回2020年啦 那他的营业额呢,就大概呢 就有104亿元左右啦 那其实他的毛利呢,都相当不错的喔 毛利呢,是高达呢,接近一半啦 就有大概50.55亿元的 那跟着下去呢,当然就是看他股东应佔的日利啦 那七随八扣之后呢,其实股东呢 就大概呢,是可以赚到呢 就是27亿元左右啦 那就是呢,其实呢 做103亿元的生意 那股东呢,就可以大概赚到27亿元的话呢 其实这个回报率呢,是高达呢 是26%以上的 那你说,其实这一间公司呢 做的真是不错的 如果不是这个政治气候不好啊 或者啊李嘉诚不是说 和其他那些官员搞得那么不开心的话呢 其实这间公司呢,真是长做长有 不是很优的,真是 至于讲灯里面的财务呢 还有些小事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股息的派发的总额 那我刚才也说过啦 其实他2020年呢 全年都是赚到大概是27亿左右而已嘛 那但是他派息呢 就不知为什么呢 他可以派多过100%的 那所以呢,在2020年呢 他就在派28亿3千万的 不过这个也不要理他啦 总之他计过那条数 可能还有钱质可以派多些少 那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的 那另一条数据想大家知道呢 就是这个贷款的利息了 那刚才我不是说过 他那个长债呢 是欠人家超过550亿的 那其实呢 他每年要给的利息呢 今年来2020年呢 是算是最少的 大概呢 你看回最后的那条数据呢 你可以看到大概是给9.7亿元左右的利息 那当然啦 因为这个环球的利息呢 都是低企的 甚至是趋向零利息的 那所以呢 他那个利息的支出呢 就不算多的 不过你要记住啦 如果将来美国会加息的话呢 令到这个利息掉头向上升的话呢 那这间公司呢 就慢慢就会出现了这个问题的了 原因就是利息一高企的话呢 一定会蚕食到他那个盈利的 那到时呢 那个盈利方面呢 就会有麻烦 但是这一天什么时候到呢 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要密切留意呢 这个美国的联邦储备局呢 他们什么时候会加息 以及加息的部分呢 会不会是持续升的 那这件事情呢 才是最重要的 香港这一个电力市场呢 就有两间公司各据一方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想做一个统计啦 或者做一个计算啦 就是说我每投资1元到港灯 以及每投资1元到中电身上的话呢 到底哪一间公司可以提高更加高的回报率呢 那譬如像港灯那样 他每股盈利呢 大概是30仙左右 那现在的每股价格呢 就是7.91 那所以如果我投资1元到这一间 港灯身上的话呢 其实回报率大概是3.9仙的 那究竟中电会不会好过他呢 那这里有些数据呢 告诉你 中电呢 每股盈利4.53 现在的价格呢 就是78.1 那所以如果投资1元到中电的时候呢 那每股的每1元的盈利呢 大概有5.8仙 所以现在比较起来呢 似乎中电呢 就是比港灯呢 就是优越一点的 那至于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呢 中电呢 因为他有其他外国的资产 可以帮他赚到钱 所以呢 计算下去呢 也都不能就这样计算的 但是如果 照表面看的话呢 中电是既高一筹的 另外呢 我们要讲一下总结呢 就是 其实李嘉诚呢 我相信他已经是 做好这个准备呢 就随时要将这个港灯放弃的 当他分拆出来的时候呢 他都将这个港灯呢 挂了个计时炸弹在他身上的了 如果你要的 那他就给你了 不过他送了个炸弹给你而已嘛 但是如果你要的话呢 又没有问题哦 他继续玩下去呢 他又不会令到这个炸弹会爆炸的哦 所以呢 他应该是做到可以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步的 那另外呢 港灯呢 其实对整个长和集团来说呢 贡献呢 现在已经非常之小了 因为他已经是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了 那所以李嘉诚呢 只不过可能是对他呢 还有一点点情意结 所以就放在他手上 但是随时没有了呢 我相信他都不会觉得可惜的 也都不能觉得可惜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今次这个两电一枚的特辑呢 那来到这一集呢 就应该要停下来了 那多谢大家的观看先 各位 我呢 又有一篇新的文章出现了哦 那这篇新文章说什么呢 其实呢 我们2021年呢 就下半场就刚刚开始了 那下半场都要投资的 所以呢 我特意呢 就写了一篇文章呢 就是说 在未来这半年里面呢 还有什么股票呢 值得我们投资 而又可以赚到钱呢 那我说的回报率呢 一定不会多的 如果下半年可以赚到10%左右的话呢 我已经非常满足的了 那以于这个蝙蝠的问题呢 我只能够呢 暂时就先说着两只先 那这两只呢 没错了 就是李嘉诚妈宝 就是长和集团 和长实集团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来来帮衬一下 在这个地址里面呢 就可以免费看到这一篇文章的了 希望各位呢 如果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 可以帮我呢 继续附近左右前后的广告 那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多谢各位的帮忙